我們來看看一件方法 我剛才已經各位講了一些步驟 其中研究的問題 研究的問題是學生剛開始 在找論文的時候 都會發很多的審審去找說 我的問題到底要放在哪裡 我跟各位講說 要做研究問題的探索最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去多看看 現在已有的文章 這是我剛才已經講過的八個步驟 我們現在先把它放在第一個 叫研究問題的行程 你如何去找問題 研究問題我剛才不是說第一個 你要去做文献探討 然後再來形成研究的問題 只要你用問題 我要探討的就是 就 偏遠地區的學生 數位化教學 在教學成效上 是不是會比 傳統教學好 這是我的研究問題 那確定研究的變相 我到底有哪些變相 我的變相可能是男女 男或女 那就是性別 我的變相可能也就是 年齡 班級 或者是他對 電腦的喜好程度 他所使用的電腦 時間 可能是他原來的智商 這些我們都把它定義為 研究的變相 然後我們就要寫研究假設 那研究假設 在假設裡面我們有分為 虛無假設 跟 對立 對立 假設 那虛無假設 事實上就是 統計假設 對立 假設就是 研究者假設 我們在寫的就是 研究者假設 就是 你可以說 在偏遠地區 利用電腦化教學 就 就 教學成效來講 是 有比較好的教學成效 是有差異的 你可以做這樣的 你可以做這樣的角色 然後你再去做一個研究以後 看他們兩個的研究成果 到底有沒有一樣 好 接下來 必須要進行 文獻的探討 文獻的探討 就是看人家的方法 人家是用什麼方法 人家要探討哪些知識領域 人家設定哪些問題 這些問題 是不是適合你去用 那最主要 比較大的困難是 我們的研究生都是 為了要拿學位去做研究 跟原來學論文的人 是做研究 為了要做研究 為了要了解問題 解決 要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做研究 兩個有很大很大的差別 所以現在各位在學的 都比較屬於法論 然後你去進行一個 嘗試學習性的研究 非應用性的研究 也不是學理建構的研究 你只不過是一個學習性的研究 那由於這些限制 所以學生的論文 能夠突破的空間文獻 文獻探討跟回顧 那研究所要研究的領域中 相關的文獻 你要去找 我比較希望各位去找五篇 五篇研究 然後去看看它的研究架構 這是比較重要 那是它的理論性架構 還有概念性架構 理論性架構 就是去參考一個理論可能 一個理論性研究 理論性架構 可能一百分文章 都是同樣的理論 概念性架構 是每一個文章裡面 可能都不太一樣的 都不太一樣 它有它自己的 然後你研讀文獻 你要去過濾 然後再開始做你的文獻探討 把你相關的學理 通通做個整理 你的主要導演就是從書籍 看書或期間 但是書籍它有一個最大的缺點 它比較大的缺點 它可能是比較久 那期刊可能是比較 寫 期刊比較寫 好 批判性的閱讀方式就是 我們就是要去找 找人家做這個問題裡面 它到底有哪些弱點 哪些弱點 甚至我們可以講 一般來講 批判性的意思 都是針對它的 有意義的地方 有意義的地方 所以你要說你自己 理論家過知識 是我毫無疑問的被證實的 所以你所提出的理論 是受到哪些批評 我這些批評的理論的基礎是什麼 到底合理還不合理 還有所被採用的方法論 到底是不是嚴謹度夠 還有看看這些文獻 它的正確性 它的合理性 它的有效性 還有看看它的觀點 跟我自己觀點的差異在哪裡 你要確定你不了解 所知道的有限的靈異 也要知道知識本體的存在 就是很多東西它有所謂 本體論 現在很多人在強調 就是ontology 知識的本體 那這方面各位可以去看看我一線 就是我們叫ontology 好接下來 什麼是研究的問題 研究問題形成的重要性 那什麼是研究問題 就是把你要所謂去解答問題 寫成一個問題的形式 那你研究問題的重要性 看看你這個一般來講 在第一章你就應該要寫出你問題的重要性 你在第一章裡面 你不是序論嗎 序論開始有一個原油啊 背景啊 還有人家的動機啊 再來可能會闡述你研究的重要性 那社會科學 我們現在大部分來講 不管是在教育領域 或者是在管理領域 它其實所牽涉的都是這四個 第一個叫people 就是人 第二個就是problems 你要去找的 然後再來方案 the program 事實上就是你的action 你應該用如何去解決 然後再來就是要找出它的phenomenon phenomenon就是它的現象 我們要去找出現象 大概就是 問題的來源就是這四個 人 問題 還有現象等等 那選擇問題的考量 你現在去找問題嘛 你要依照你的研修興趣 你的廣度 你的量測 你自己的專業程度 你自己所學的輸出相關 你資料的有效性 跟你研究的 研究的倫理 那研究的倫理 其實這個要講的是很多很多 比如說你要用人家的問卷 你是不是要經過人家的同意 你要測試一個樣本 如果他還不是成人 你是不是要經過家長的同意 你的研究是不是有牽涉到個人的隱私 你的研究是不是在你合理的範圍底下去做使用 這些都是你要了解的 那 決定選擇你的問題 事實上有兩個關鍵 第一個就是你的興趣 第二個就是你的能力 大致上是如此 那盡量把縮小範圍 人家說處處都是題目 譬如說題目不要太大 然後你把你的問題記得交 那確定你的研究目標 建立你的操作型定義 研究目標就是你的研究目的 你一定要確定 其實最後我常常開玩笑的說 各位的研究目的 研究目標就是要拿到學位 所以這是第一個 但是它不寫出來 大家看了都知道 那什麼叫操作型定義 我們在對名詞做解釋的時候 比如說我在做的遠距教學 我所愛的遠距教學就是 使用什麼要拿平台拿一些學生 因為太寬廣的定義 我們沒有辦法去做 所以我的定義就是指這些 很 操作型定義就是你在做的時候 你的認知 那 概念性定義就是 萬一沒有人家說你在寫 名詞解釋的時候 當你寫出來寫到定義 你就應該先做概念 概念性定義來起文 來起你的文章 那概念性定義是看看別人 做的在哪裡 操作型定義就是你自己的定義 操作型定義就是你自己的定義